詞曲 李宗盛 審議員 大家早 早 我們一起禱告 主位師 我們謝謝您 在世界各種事情不斷變化的時候 您是愛我們的愛永遠不變 我們抓著這樣的愛 來面對世界上的瞬息萬變 因果決定要離開歐盟 想不到对全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震撼 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 任何地方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主但是我们依靠的是 你对我们那永远不变的爱 那我们可以抓着这个爱 不管再顺境再逆境 我们可以继续地往前行 我们今天开始要继续从约瑟这个人的一生 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人生上面 可以从他学习的属灵的功课 如果还有弟兄姊妹在路上 保护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开始以前在你面前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一直以为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他要脱欧不脱欧跟我什么关系 那今天早上收到的那个消息才知道说 全世界的股市都崩盘 而且很可怕 全世界包括台湾 台币整个贬值 我还想不通 英国脱欧跟台币的那个 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可见这个是 签一法动全身的世界 我们大概不能说 那是非洲的事那是那里的事 里兰旧红的 跟我没有关系 听说ECIS已经TARGET 101了 那我们以为ECIS 我们台湾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对吗 没关系 那只要他能够扯到边 英国人大概不是为了让台币贬值才脱欧嘛 但是就是我不杀佛人 佛人为而死 那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观念有没有在你的世界观里面 还是你觉得说 我做这样的事情是我做的 对不对 我自己担当啊 有时候会不会这样想 这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想法 我现在没有说对不对 就说自己做自己担当啊 对不对 还是说这是我和他们的问题 你国家没关系这么多嘛 这是个人主义 可是腐蝶效应 会告诉我们说 不是这样 任何地方任何动作 你有意无意的 就会影响周围的人 这种集体的开花承受 或是说互相影响的 这一次在英国脱欧的上面 我看得很清楚 那在约瑟的一生当中 约瑟的哥哥嫉妒他 大概没有想到 这个嫉妒会带来以后 他们救命的结果 还有埃及全国的人 不必饿死的 你不会想到 你的一个作为 其实是很不好的 你是因为看爸爸疼了 弟弟你就不爽 然后就 那你不爽就不爽嘛 把他的衣服撕破就好了 但是把它卖掉 那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 想不到 这样却成为上帝要救赎 当时的所有的人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在 在准备今天创世纪的时候 又看到英国脱离欧盟的 带来的影响 我是有一些感触 那感触就是说 在你一生当中 你做了很多决定 那你做那个决定的时间点 可能就影响一些 你没有想到会影响的人 你的决定是一件事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做决定 还是在那个时候做决定 就这个决定点 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你相信 神有在掌控时间吗 他怎么掌控 你想过时间是怎么一回事吗 时间是变化吗 还是什么 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还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空间 我们说三度空间 我们说东西 我们摸走到看得到 可是时间呢 那我们就 我们的一生就泡在时间里面 那这个时间上面 我们做了很多决定 那这些决定的时间点 会造成你一生 决然不同的命运 学伟人说是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决定 不是不要在错的时间 跑去错的地方 你就会死得很难看 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 You ar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ing 那所以今天是我 可以把这个声音 稍微调低一点 我觉得有回音 有回音 我让它调低一点 好 谢谢 那 这个是寇世元写的诗啦 等一下 有吗 不会 真的没电吗 真的 抱歉 抱歉 那个 有没有小电子 是这样吗 真的是没电 有没有小电子 AAA AA AA 很难受 我变成这个 3C的奴隶 就是 以后应该要 应该要随身备有 那个备用电子才对 很小的 那个太大 我 也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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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他還夠 好 先這樣子 很抱歉 這一首詩歌是寇士元寫的 寇士元有認識他嗎 他的孩子後來就好像是 電影明星還是節目主持人 叫寇少恩 他是電視還是什麼 後來他也變成傳道人 就接寇士元 寇士元是在我的生命當中 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我本來跟他沒瓜葛 我也不認識他 但是我有一段時間對長老會很絕望 我覺得長老會太政治化 太世俗化 我是長老會長大的 我爸爸是彰化教會 開創教會的五個長老的一個長老 所以我是吃著長老會的奶水泡在長老會的氣文修院長大 開始很 proud 很覺得長老會很好 你看在台灣很多鄉下的地方很多很好的事情都是長老會做的 就是覺得很棒 可是慢慢慢慢當我比較懂事以後就發現長老會 很糟糕的一面 那越看就越生氣 那開始的時候還有那種改革家的那個 那個精神 就是說我們怎麼可以讓這麼好的教會壞掉呢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當認識了 那個我不要說人民喔 很多很有名的牧師的為人處事以後 我慢慢的就從憤怒變成絕望 所以我就跳船 我不知道柯P是不是讓下面的人絕望他們都跳船 他們跳趕快跳 不然就死得很難看跟他一起脫下水 我就跳船 那那個時候我是在和平教會 一般來講快一點的大概高中 慢一點的大概大學 就開始會有獨立思想或是批判的思想 就是看什麼都不對 我剛好在那個年齡 就是這個也不對 那個也不對 應該這樣做才對這樣 就有一大堆理想 然後產生的是憤怒的青年這樣 然後後來就說應該有比較好的教會 這是我presume 那我就開始流浪 就不來長老會 我就台北任何教會我都去走走走 可是後來走到三會所 就是我們教會隔壁那個警察局後面那個 聚會所 第三會所 我很勇敢的就跑去 想不到那一天是他們的 謝謝 正面在後面 對 正面在後面 對 正面在後面 對 還是沒有呢 這個應該是新的吧 所以是這一台壞掉了嗎 所以不是電池的問題 這一台沒有摔啊 沒有 這個剛剛放這個 對啊 正面這樣 他連這個都沒有 他連這個都沒有 抱歉 我用我這個還可以喔 現在也沒有了 剛才是這一個對吧 好 沒關係 那就你幫我壓了 你幫我壓了 你幫我壓了 OK 那那個 想不到那一天是他們的 是步道會嗎 還是不是 我不知道 就是 我進去坐在那個 那個台灣旁邊那個 來的很多人嘛 所以就你來 啊 往裡面坐 往裡面坐 然後就被封鎖在那個死角 然後他們就開始聚會啦 哇 很 很 很 你等一下聚會手聚會就很熱嘛 唱歌啊 手會動啊 拍手啊 那我還可以啦 我不喜歡 但是還可以忍受 不滿意可以接受 所以就好吧啊 就這樣 停停停 然後想不到 到一半呢 他們開始就呼召 我說慘了 因為我對他們來講 這個市民的嘛 因為 他們都不知道我是誰 就說 哇 這個第一次來 然後就 反覆唱歌 然後旁邊的人就轉過來一直看我 要我到前面絕智啦 我說 死啊 我 我是來探路的 突然變成一個木道友 變成人家target的對象 因為我在交互很久都知道 到這個時候你不討的話 你一定是死得很難看 你就不曉得怎麼辦 可能那天沒有什麼別人吧 所以 所有周圍的人眼睛都看你 每次唱完歌就一直看你一直看你 還好有一個主持的人就開始禱告 那是給我救命的機會 因為禱告眼睛都閉起來嘛 那我是爬窗戶 漏荒而倒 因為 我的旁邊的人 椅子坐著他們都排得剛好 我根本趴不過去 然後我就被縮在那個角落 說怎麼辦呢 還好那個大窗戶很大 所以他們一禱告我就趕快 我還幹過這種事啊 然後跑過很多教會 什麼奇怪的教會都跑去了 可是都不滿意 最後就跑到康斯元的教會 康斯元的教會就是在那個中山堂 他沒有禮拜堂 他就是租那個東山登 那個台北的中山堂 我去第一個印象就很好 因為如果聽的不怎麼樣 你可以打課稅 因為那個是電影院 你看中山堂那個是可以演電影的 那個沙發很舒服 然後他在上面講 你就在下面聽這樣 聽完呢 奉獻了丟一點錢 然後禮拜完沒有人認識你 你就走了 就是那個很大 人很多 大家會有一個好處 你就是埋在裡面 沒有人會注意你也沒有人會管你 你來不來也沒有人知道這樣 這個有一種隱匿的安全感 對 就是你就是聽你想 他講得到我喜歡聽 聊的叫做無聊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花了時間去聽了一陣 你要聽點東西吧 不然聽的都是八谷 那我幹嘛來這裡 我在家裡睡覺還好嗎 這是我覺得不錯沒事 但無聊是怎樣 他是儒家 你知道我的感覺嗎 就是說當一個人 不是只念聖經的時候 他還有別的東西 然後他有那個智慧 他會把其他的東西 跟聖經來做連結的時候 我們聽起來就覺得有料 那你們喜歡聽我可能 因為我是精神病人嘛 那我對精神病有很多經驗 所以那你們聽起來 真的很好玩 然後我會試著把那個 跟聖經連結 這個不錯這個小子好像也有一點料 對不對 如果你 那你當然就是從法院這樣 這個先生講過很多comment 你注意聽他用他的專業的背景 然後他就跟聖經要連 我會鼓勵你們做這個動作 就是說 其實聖經是很複雜 有很多東西 但是你要試著去跟我們的生活去連 你可以連的話 人家聽起來就覺得 比較踏實 不是他們家的事情 那講在天上飄的 對不對 你講的都對可是我沒有用啊 對我來講 碰不到我的邊嘛 所以喜歡他 那這個是他寫的一首詩歌 我的印象很深 那時候我唱的都 有一句話就是 我的身有他的時間表 等候他既不遲也不早 那他就是要把那個timing寫成詩 他的調就是用別人的 他只有他普遲嘛 那這一次要來的時候 昨天晚上就想說 應該不要一直唱那個太哲的歌 我們已經唱兩次了 找一些別的 就想到他的歌 還好那個時候 現在想一想也是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我根本沒有錢買書 居然買了一本他的詩歌集 可見我都喜歡他 那個詩歌集 在我送書給人家的當中 還沒有被送掉 就是還跟在我旁邊 所以我就很高興 找出來 把它掃描 然後今天就帶來這邊 我們一起來唱 我的身有他的時間表 這個可以嗎 所以不是這個問題 等一下 是電腦當機 等一下 所以這個可能是好的 這個歌你們應該很熟 那個調子應該是好 好 我們來唱 來 我的身有他的時間表 等候他既不知也不早 我一生從年幼稚到老 天下是有定時 無論是德意是生活是 明日是我不知 但確信由我主來扶持 但確信由我主來扶持 我的身有他的時間表 是未到青少安無比早 越過身代替身都不好 在大口周 還沒人 漁漲都要摁殃 人數沒人 � alright 雖然 Gone 對 ji exponent 来主持 我的身 有祂的时间表 万不可行 不平变几桥 温暖断 难指责都太早 到处来 是一回才揭晓 天下是 有我定时 无论是 等于是 生活是 明日是 我不知 但却是 由我主来主持 我的身 有祂的时间表 水流道 曲子成多美好 天然无众生 过人所找 觉机 听神知 经之高 天下是 明日有定时 无论是 无论是 得于是 生活是 明日是 我不知 但却是 由我主来主持 你们体会一下寇世源 他的中文的底子 他可以把华人的东西 跟基督教的信仰 试着去整合 他用的是别人的调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 Kairos跟这个Kronos 这两个东西 就是希腊人在对时间 有两个字 那我是用他的英文拼命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看懂 如果用希腊的内心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 他那个 Kairos有一个 有一个他的图像 这个是雕像 人家把它铅笔画起来 那Kronos 我找不到希腊的图像 我就用一个现代的人的 刚才找的一个时钟 那他们都是Time 可是一个是 那个Sequential Time 就是你的时钟高线 现在是9点5分 9点6分 9点7分 那这种时间是 你动不了它 所以我找这种 就是说 有人想要把时间拉住 就是让他不要动 我们可以说 除了神要介入以外 当然在圣经有神介入过 让那个太阳那个 那个叫日略 就是用一个东西 太阳的影子来量时钟 就停住一段时间 让耶稣亚打战打赢 那个我们叫神机 就是说 这是不可能的 时间是绝对的 就是你动不了它 你只能说 在这个时间我做什么 你只能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时间是9点5分 就9点6分 明年还有 今天的9点5分 可是已经不是今年的 那个是谁讲的 孔子讲的 就是说 不是吗 他说 站在河流边说 事者如师乎 不舍昼夜 那就是水沟的水 所以有人说 You never step into the same water wise 水 你脚踏进去 起来 再第二次 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水 原来的水跑去了 是完全新的 所以这是 但是我说时间对我们是一个奥秘 我们承认我们经验它的存在 可是对于它的本质 到底它是什么 我们搞不清楚 因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 当速度快到接近光速的时候 时间会改变 有很多科幻小说说 如果你有办法把它弄到比光速快 你会回到过去 你看过那种影片吗 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爱因斯坦他完全用数学算的 他很厉害 他完全用他的逻辑跟数学去推算 那我们是活在这个速度下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在光速下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在那个时候会变什么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科学的或是哲学的一个议题 不管我们用一般的人来讲 时间是一个 我要叫做major 是一个量度 你可以用60秒 用60分 24小时 这是我们人类设计 用太阳的跟月亮的那个 我们来设计我们的时间 那这样我们才知道说 你在说的是当时 对不对 是几年 几月 几日 这是major 这是量度 刚才的一分钟跟现在的一分钟 就时间来讲是一模一样的 它没有差别的 可是人类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会做很多决定 对不对 那你在上一秒钟做的决定 跟在下一秒钟做的决定 就会很不一样 那个就叫Kairos 就是完全自己一直在跑 一直恒定在跑的 那个叫Kronos 那个只是一个major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碰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会想 我们就会决定要不要做这个重要的时候 那个决定再加上 这个一直在跑的东西 一凑在一起 就不是Kronos 就变成Kairos 那个Kairos就带来很大的影响 Kairos对我们来讲 是比较要注意的 Kronos你就知道有它 你也无可奈何 就是你会变老 时间会过去 你挡不住它 可是你在时间来的时候 你做最对的决定 你后面的整个人生就不一样 那个就是叫死机 叫Kairos 那个机就是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你会抓住这个机会吗 那 所以我觉得Kronos是major 那Kairos是meaning 你可以说你的一生 就是你在Kronos的时候 你自己决定在什么时候 做什么决定 这个加起来就是你的一生 就是你的命运 那别人在这个时间做那个决定 也会影响你在这个时间 做什么决定 那我们就 刚才我一开始讲的 这我们很复杂 你没有办法绝对把别人都隔开 然后我就自己在这个时候 做这个决定 你做不到 我们会互相影响 那在约瑟的生命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样的情况 波提法的老婆的决定 波提法的决定 他哥哥的决定 米店商人的决定 法老王的决定 那个被法老王关去 后来又被放出来 那个九政官的决定 这一切的决定 凑起来就是约瑟一生坎坷的 命运的一个故事 约瑟也有做决定 他在很重要的时间 做他很重要的决定 但是约瑟没有办法用这样来掌控他的一生 那你相信在这一切的人 不管是好的坏的 不管是重要的不重要的 这一切的决定的背后 有一个人在掌控吗 那个人就叫神 约瑟有这个观念 所以他知道我做事情 人在做天在看 听过这句话吗 对不对 我这一生在很私下做了一个事情 其实老天爷在看 而这个老天爷呢 他会左右我周围的人的决定 来影响我的决定 然后他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达到他的目标 他可以动用这一些人的决定 让我们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人的决定 神有办法动用那些 然后来达到他要的目标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因为比拉多做的决定 祭司长做的决定 犹大都做的决定 彼得做的决定 耶稣做的决定 整个凑起来 并且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和平教会 救恩的还程 是透过一大堆人 在一个刚刚那个时机 做了某一个决定才起来 所以好像是一个 orchestra的那个conductor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我吹我的乐器 我打我的乐器 那我自己可以决定要怎么打 可是有一个总指挥 各位知道吗 那由他来把这些乐器 在刚好的时间 花出他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一个很漂亮的 这个交响乐团的乐章 那我想这首歌 想表达的是说 有一位神 他包括时间 包括时机 都在他的掌握下面 那我必须再讲一句 他的掌握 并不让你成为傀儡 这个是基督教 神学的争辩 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就是加尔文跟亚美尼派的争辩 刚才我讲的话是加尔文讲的 就是神掌管一切 所以他才叫神 如果他没有掌管一切的话 他就不够神 你知道吗 他没有资格称作神 可是亚美尼说 可是人的自由是真的 所以你把聚焦放在神还是放在人 整个圣经的故事就是说 到底人的决定跟神的决定之间 他怎么互动 再把时间的因素加上去 就构成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很多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约瑟被关在牢里 那个冤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很难 我们现在就不会那么容易下判断 我如果是约瑟被关在牢里 我一定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对不对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要把我的口 我终于跑去 口去拿去 我终于管他在这 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 神啊你怎么不帮我伸冤呢 他在帮那个 那个有两个不是做梦吗 一个是管酒的 一个管面包的嘛 那同一个晚上做梦 这很奇怪 同一个晚上做梦 都跟三有关系 然后他们都搞不懂是什么 跟他的职业也有关系 所以弗洛特说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 就影响你的梦 弗洛特就这样 可是他们两个都对的不对 哪有两个 同一天做梦呢 这个就是我所谓 那个时间的问题 怎么那么巧 而且都有三 三是什么 他们很害怕 后来听说 约瑟念过那个解梦学校 然后就问他 约瑟也真的告诉他们 那当然一个是很好 一个是很不好 结果就照约瑟说的 三天后一个被吊起来 一个被释放 而且关乎原子 那这个命运差那么多 就在同一个晚上 发生的事情 所以约瑟只是告诉他说 神告诉我说 对你来讲是这个意思 对你来讲是那个意思 那个时间点跟他讲 三天后 一样这样发生 你讲如果你是那个九政官 你会不会觉得约瑟好神 如果三天后约瑟才讲 那就没效了 我已经关乎原子 约瑟说 对啊 我就知道 我三天后就忘了跟你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怎么会再去 很多圣经被认识是这样 就是事情我发生后才写 然后就把它装饰整 好像七百年前讲过的话 所以接着 过年没辣热 你听我那句话吗 过年过年才卖日历 没有用啦 你要讲在那个之前嘛 所以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就是在监狱里面这个故事 然后约瑟很期待 老兄 我给你这个服务 那你可以不给一点回报 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你回去的话 是在华老旁边 而且你是拿酒给华老喝 我跟你说 你跟朋友喝酒 喝到一个程度 讲话他会听你懂吗 对啊 喝到差不多的时候 太厉害他听不懂 他已经睡着了 就是 我们叫酒憨耳热 知道吗 就是喝到那个 他的意识已经差不多没有了 然后潜意识快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你再跟他讲一些好话的话 很容易 所以喝完酒很容易被剪吃 就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机会做什么事情的 就这样 所以想不到那个酒正 一离开监狱以后 就把约瑟忘了 把他的事情完全忘了 如果你是约瑟 你会不会很生气 我没有要你做什么 只是帮我跟华老王美言几句 我们回倒带来讲 如果那个人很快 真有个朋友 然后一出去不久 就找到机会 就跟约瑟 就跟华老说美言几句 约瑟就被放出来 约瑟会到哪里去 会回去普提法家里 继续做他的管家或是努力 因为他只是一个外国的外劳 他在埃及法老面前 没有什么价值 也许法老听到 哎呀 可能孩子怎么会去我们 当时那个判决是很模糊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的话 所以法老要把他特色 还要弄一顿手法 如果真的那个酒正观 很有能力 然后有练过什么催眠 然后法老就真的 约瑟特色的话 我们这个整个故事就没有了 约瑟愿意得到解决 然后他失望很高兴 又回到普提法家里 继续做他的工作 就是这样 他为了这个 都待了两年 整整两年 一直到华老做梦 梦得睡不着的时候 那个臭小子才想起来 哎呦 不好意思 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 是神故意让他忘记 否则的话他要拯救埃及人 跟他全家的那个计划就泡汤 那这个是 我要说就是你在看一件事情 你的高度 你用什么高度来看 如果为了全家的人不必死 你都辛苦两年 我想约瑟会愿意 但是约瑟不知道啊 对 他怎么会知道 华老会做梦 他们怎么会知道 会有七个风年 会有七个荒年 他怎么会知道 那个荒年不止埃及 连巴勒斯坦都饥荒 他怎么知道 那这个整个故事的背后就是 我们对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无从查知 造成我们的焦虑 那我们预感可能会发生事情 可是又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叫焦虑 当你对将来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 你一点焦虑也没有 同意吗 Anxiety is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future but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future 如果将来的事情 你都一清二楚 你不会焦虑 你自己有办法 我怎么去处理 可是你不全知 如果你全不知 就像野地的百合花 你绝对不会焦虑 明天会旱灾 那百合花就枯萎了 它不会焦虑 不是它很有信心 是因为它没有头脑 百合花没有头脑 那麻雀呢 有头脑 可是它太小 它的头脑可能没有frontal rope 没有蚵叶 所以麻雀只有现在 你没有看到一个麻雀在担心 明年我要吃什么 但是人不一样 人的进化 让它的前额叶 滑达出来 所以人开始有活在现在 可是会看到将来 所以焦虑 是恩典 你相信吗 安全地 is a grace It's a special gift 所以人才会所谓未雨绸缪 就是时间还没有发生 但是你根据现在的情况 你可以做一些判断以后 你会预测 如果这样继续走的话 两年后会怎么样 三年后会怎么样 你就会在你的大脑里面 叫做沙盘推演 你知道吗 那你就会做一些预防 或是做一些事情 这是人类在时间上面来讲 我们可以活在将来 我们可以活在过去 那动物的记忆 也没有我们那么好 那个我在高中的时候 被老师欺负到身上 这个我还记得 动物我们看不到 它有那么长的记忆 这个也是恩典 也是我们苦难的来源 对不对 有没有被欺负过 然后到快死的时候 还在那边不甘愿 就要戏啊 这很好玩哦 时间都有 我来讲有现在 有过去 有将来 这个都是Kronos 可是这些Kronos 我都会看到 在那个时候 我做什么事情 别人做什么事情 结果我是受苦的 或是我是得到好处的 我们都会给它meaning 知道吗 那这个Kronos 加上你跟别人的决定以后 就变成你一生的Kairos 我必须要说 5月29号的 应该是早上吧 忘掉了 几点钟 有一秒钟那个时候 影响我这一生 因为那一天我在和平教会 对着上牧师说 我愿意 张正宗牧师 在某一年的5月29号 在和平教会 主持我跟我老婆的婚礼 我是刚刚从部队退伍 瘦巴巴的 然后穷的钥匙 我所有婚礼东西都是自己在部队 自己用手做的 然后就站在那个 不是这个新堂 是旧堂 那个前面 那张牧师 你愿意 将来不管得癌症还是赚钱 还是当医生 还是不当医生 你愿意就照顾他怎么样吗 我说我愿意 那等一下我老婆也说我愿意 就变成 我有40年的婚姻生活 我有三个孩子 我有今天这样的一个 快乐的一个状况 就在那一秒钟 对我来讲那是一个Kairos 你知道我意思吗 可是对你们来讲 没有意义 因为那个时间你也经过 你只是经过 你没有做什么重要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一生常常是这样子 所以我用这样当开始 就是Kairos and Kronos 我们在Kronos的当中 我们看着环境 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 想象我们的将来 我们就做一些决定 这个决定就把这个Kronos 马上转成Kairos 我们一生就在这一连串的Kairos 慢慢的组织成来 希腊人很聪明 他画的这个神 是 这个头发 他头发是长在前面 然后后面是光头 然后他有六个翅膀 两个很大的翅膀 他很好闲不够 后来在脚又长两个小翅膀 这个六个翅膀代表他什么 飞奔 就是他跑得很快 跑得很快 那前面有一错头发 后面光秃秃 代表你要抓他 必须要在他跑来的时候抓他 他一跑过去你抓不到 因为奥巴跟跟跟你 你摸的 给你摸到也没有用 溜了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 timing 这是time 就是你要抓对 在那个时间点 你做该做的事 那个时候和平教会 团祭很兴旺 一百多个人 一大堆台大师大 台北公专的学生 东南部来的 可以说是台湾的那时候 creme of the milk 就是最好的一群孩子 就在和平 因为那时候台北也没有 林良堂也没有 什么真理堂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长老教会和平教会 所以所有的孩子 如果想到教会 都是到这里来 我们有一百多个大专团契 然后很多男生 很多女生 大家荷尔蒙都 都在激动 对不对 那一面祷告 一面就寻求 你合适的配偶 那你喜欢的 应该不会只有一个 那你就要比较 或是计较 或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做决定 那最重要的是 你决定在什么时候 跟哪一个人 讲你的那一句重要的话 那句话只要慢一天讲 可能你就完了 知道吗 因为昨天有人讲了 所以 这个不是你讲不讲的问题 而是讲的时间点对不对 如果他对你还不熟悉 你讲你就是被打一巴掌 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他已经很喜欢你 你又没有讲 然后他已经开始讨厌你 你才讲 也没有了 所以就是嘟嘟好 那我们来上课吧 也应该做一些正事 我们讲到 其实我们是讲到哪里 讲到那个 52第1的 那个40第8节的那个梦 那里 刚才是讲到那里 好 那我们来 做一点review 关你那个dream 圣经里面的dream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上帝要跟人的灵 沟通的一个管道 这个圣经的case太多 所以我不敢说 梦只是大脑某一区的 那个放电的现象 我不敢这样说 我也不敢说 梦只是你心里的欲望没有满足 然后在梦里面满足 所以有neurologist的梦的解析 有psychiatrist的梦的解析 可是也有theologian 有神学家 对梦的解析 那这种不同的解析 dream dream 有explanation 有interpretation 这是不一样的 explain 是explain它的mechanism 它的积蓄 interpret是interpret它的meaning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是梦的解释 比梦的说明还要重要 因为梦的说明 是学术界 发表论文 成为博士 有用 对我们来讲 一点用也没有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在睡觉的时候 在你睡到第几个睡眠阶段的时候 你的大脑的哪一区的某一个神经就开始放电 这个电呢就影响到你哪一区 你就看到什么 后来又影响到你的听觉区 你又听到什么 后来又怎么 后来因为那个景象太可怕了 你就醒过来 好 你的梦就解释完了 那个叫做说明 这样你晓得吗 说明梦的产生在大脑里面可能的变化 那个是一个有意义的 可是对我个人来讲没有太大意义 我知道不知道 没有关系 我要问的是 这个梦 对我要讲什么 问题在这里 它要向我传达什么信息 是我的内心要向我传达 还是有我以外的一个什么东西 要向我传达 那个是我们会在意 如果有的话 我没有抓到那个 我就 得得得得 你知道吗 不管是我的内心要向我传达的意义 还是神或是魔鬼或是谁 就是任何人灵界 透过梦要跟我讲什么 他有目标 有目标要告诉我什么 但是我没有听懂 或是我听懂没有去做 这个没差 所以这个约瑟的故事 那两个人就是他们认为 这个梦必有意义 所以他要求的是interpretation 不是explanation 约瑟厉害的也就在这个interpretation 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 以为 特别是科学主义者 只要我可以在科学的领域 把一个现象说明清楚 它就没有意义 这是科学主义者的观念 as long as I can explain then you don't need to interpret 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 因为你说明再好 没有办法取代 那个事情可能代表的意义 比如说我看见许信真 我里面产生那种羡慕 渴望跟他靠近 你可以用荷尔蒙 你可以用很多东西 什么大脑什么来说明 为什么我看到他的时候 心跳会加快 然后血液会升高 你可以说了一大堆 可是我要了解的是 我这样的感觉 是会影响我再来一生的什么吗 那个不是说明这个积蓄 是对我什么意义吗 当我在那样的感觉的时候 我做了一些动作 结果我就跟他结婚 那后面整个人生就不同 所以我们常要的是 那个interpretation 不是那个explana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信梦可能是 神要向人沟通某些东西的 我们看创世纪20章第三节 创世纪20章 click 你就查询就好 三姐你不必管他 好 拉下来 这个梦是外国人的梦 做梦的人叫亚比米勒 而且在梦里面 我们的神讲话很不客气 你会不会骂人说 你这个死人啊 老婆会骂老公我知道 你这个死人啊 因为他看电视的时候 眼睛像死掉的鱼的眼睛 因为都一动也不动这样 那这个呢 这个是因为有前面的故事 我们往推过去看 就是亚伯拉罕 他巴勒斯坦 因为他没有像那个 两河流域的那两条大水沟 也没有像尼罗河那位大水沟 所以他们的那个水分的供应 比较不稳定 所以巴勒斯坦只要那个天后不对 就是下雨量有问题 马上就饥荒 就是收成不好 所以他常常 亚伯拉罕常常在找 什么地方比较好 那这一次他就往南边找 还没有到埃及 在半路呢 就到这个南地 到南边呢 就是Catis 跟Suer 中间的Gilar 他到Gilar呢 就希望能够找到 比较好的水草 因为他是畜牧人嘛 有牧人 有很多动物啊 如果没有水没有草会死光嘛 那结果呢 这个亚伯拉罕呢 他真的是很没有骨气啦 发生危险就要老婆保护他 不是他保护老婆 因为他又玩了这个游戏 把他的太太称作妹妹 那有人说是他的妹妹 只不过是表妹还是什么 可是结婚以后 就不应该叫妹妹叫老婆嘛 因为一讲老婆呢 人家就会把老公杀掉 那杀掉以后 他老婆就变成寡妇 就可以取过来 名门正群 这个是大卫玩过的游戏 有没有 大卫就跟人家一夜情 人家怀孕 他就想办法设计 让这个老公在战场死掉 他就大大方方的 把寡妇取过来当老婆 这种古代那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玩的游戏 这个亚伯拉罕也很清楚 那他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到人家的地头 那人家的皇帝 都在海关都先看漂亮的 就拿来当那个兵妃 那如果发现这个有老公 就想办法把老公说 你什么犯了什么国法 就把他判死刑 就没事了 就还是兵妃 所以他就想办法说 你是我妹妹啦 那结果一讲呢 人家就把拿去了 而且还给他聘金 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不股大嘛 对不对 你要人家的妹妹 对哥哥要送点礼啊 所以亚伯拉罕不只 生命保住呢 还可以赚一点外快 可是神不喜欢啊 因为神有一个目的 要拯救全世界 要靠着亚伯拉罕跟沙拉 生的那个孩子 万一给这个国王 跟沙拉一夜情 那肚子里面那个是水的 就搞不清楚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神就要阻止这个事情 那怎么办呢 因为人家已经娶过去了 已经带到宫里面去 他都在梦里面骂他 骂得很难听 对不对 这个死人啊 你怎么拿那个 他是被人的妻子 亚伯拉罕说 哎哟 那神说 对啦 我就知道不是你败 是那个去苦败 所以我才拦阻你 你不可以把他担当 我走一个刺赛 都不敢动堂 结果第二天 老婆那人就挨骂了 对不对 你这小子 你怕什么你也不可以 你把我看了什么 所以你看看 神就跟他说 我知道啦 你是被冤枉的啦 所以我才出面拦你啦 不然你得罪我的话 那你知道我打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喔 所以你不能碰他 好 现在你已经知道 这是他老婆不是妹妹喔 而且他是先知喔 他为你祷告喔 你才可以活 哇这一下 他也不敢报复亚伯拉罕了 对不对 他本来明天可以大大的骂他 对不对 骂起来要小心一点 那还警告他喔 他为你祷告喔 那你如果不还他老婆喔 诶 你死定了 这个有没有像黑刀在讲话 你刚刚有黑刀讲话吗 明天几点以前把那个东西交过来 不然的话你走着瞧 你就知道你报死了喔 我们的耶和华是很厉害的啦 然后雅秉明都已经看了 烤炸喔 天哪没更金扛起来 叫大家来喔 跟他们说喔 我给大家刺死喔 那亚伯拉罕说 诶 老大了 那你是怎样 我说有得罪你 你怎么会害死我呢 阿秉明就说 到底有什么 我们送他 再来 亚伯拉罕说 不好意思啦 我出外人嘛 想说我没有太漂亮 人会给他抬 所以我先去报复给他金额 我也不是要害你啦 首先亚伯拉罕这个就开始硬掰了 这个在法院常常都会这样嘛 对不对 他就开始讲 其实对啊 他也是我妹妹啊 我没有骗你啊 我只是跟你讲一部分的真理啊 Partial truth is a lie 你了解吗 所以在法院的画室就说 我要讲的是真理 是全部的真理 那个全部很重要 你只讲一部分对 可是你没有讲那一部分 可能就误导别人做错误的判断 那个就是赖 所以他说 我是对啊 他是我同父一母的 后来这句话没有讲 没有讲就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跟我老婆就有一点小小的计划 就是说不管到哪里啊 你就说哥哥啊 这样的话就好了啦 你看亚伯拉罕还不敢打他 还赶快送他礼物你看 因为他要他帮他祷告才可以嘛 那这个梦就很有意思 这个梦是神为了 我们可以说什么 强力介入一个事件 如果你相信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如果你相信神要拯救整个世界 是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 如果从约瑟的故事来讲的话 神要救亚各的族群不会饿死 约瑟在牢里面做冤狱就是非同小可 他会做那个冤狱不可 否则整个救恩的故事 就会中断在他的身上 那这个不是约瑟他很伟大 他也没办法 就被神选上了 就放到神的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他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 受他该受的苦 刚才我们唱那首歌不是说吗 说时间还没有到 你不要太早论断 不要太早批判 整个事情只有到最后 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 啊 哪哉 我回去想 我一生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 可能心里面会比较平一点吧 这是每一件事情的 是非功过好不好 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呢 好 那这个是20章的这个梦 那28章还是有梦 这个梦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警告的梦 那28章 创世纪28章 你从第一节开始来 这个是雅各根 争那个遗产的故事 我昨天是在彰化 基督教医院跟他们的一些医生讲 那就讲到那个比尔盖茲 他聪明的地方 他聪明的地方是 他很会赚钱 他尊贵的地方是 他很会用钱 他厉害的地方是 他没有把钱留给孩子 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兄弟两个 为了争爸爸 要留下什么给他们 构心斗角 弟弟比较干跳 又得到妈妈的帮助 就骗了爸爸 等于遗产 等于遗嘱 就是爸爸要讲 以后你得到什么什么什么 把好东西都给他了 然后那个哥哥回来 打累打到一直很高兴 要BBQ给爸爸吃 然后才发现 插一包 他说对不起 我已经 我的遗言已经讲完了 我已经给弟弟了 他说难道没有剩下 他说有啊 剩下的给你 当然这个哥哥就很不爽 这小子 我跟你双胞胎 你慢一秒钟出来 你弟弟就弟弟不认分 你还用这种不法的手段 哥哥就发誓要杀他 你有没有看过 为了争一产 哥哥弟弟相杀的 要杀他 这个哥哥跟爸爸很好 他不忍心马上杀他 因为爸爸会伤心 爸爸跟妈妈年岁有一点差别 所以他等 他爸爸死那一天 他要买两具棺材 要死一只买一台就好 不用 棺材买一只就好 不用买两只 他说没有 我爸爸死那一天 我要把弟弟杀掉 妈妈会哭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 因为妈妈是站在弟弟那一边 捅我 骗他的长子的名分 不管妈妈怎么样 然后 结果 你如果要带人 你就不要说话 你知道吗 他们那些就起买不错嘛 所以跑去露米甘的店 就去喝米酒 跟他的朋友就很闷 我的长子被那个臭小子 然后在很生气的时候就乱讲话 哪一天我就把他杀掉 结果他的好朋友赶快打电话给他 他妈妈说你这一句大一样要大小一样 这个妈妈怎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就马上想办法 这个妈妈很会想办法的 这个立白家 他很勇敢嘛 可以嫁个五百里外的老公都没有看过面 比较这个女孩子冒险性多强 他就跟他老公撒娇 因为他这个老大已经有结婚了 而且是跟外配 你知道外配公文音音音音音音听不懂 他讲了很多都是这个婆婆听不懂 他说哎呀这个老大 那个媳妇啊他是不是不孝了 可是讲话我都听不懂 我实在是每天很烦 如果这个老二再取张来 我要自杀了我不活了 哇 这个 这个先生说这还得了 赶快把老二叫来说 哎哎哎哎 我给你祝福 你赶快去娶母 不要在这里娶 这应用的这不行 你要去你们故乡 你们旧的那里 娶一个公子的老公 很多移民就是希望他的孩子是娶东方人 最好是华人 最好是台湾人 我知道 因为这样的话 两代之间比较没有问题 他就用这个理由跟他讲 然后 找一个吧 这个雅各尔也是有遗传到他妈妈 很勇敢 就跑去了 然后说啊 上帝祝福你啊 你多祖多孙啊 然后 哎 就是 这个就是神的祝福来的 好 再来 以撒就把雅各 起来起来起来 巴旦亚兰很远 巴旦亚兰是在 那个巴勒斯坦的北边高山那里 他们是在巴勒斯坦南边要去埃及 所以要走过整个巴勒斯坦 可能是五百公里 然后 要去找英国 他也不知道英国在哪儿 就会都要问起了 然后呢 这个乙嫂就听到 在后面听到 爸爸就跟他说 哎 你不要带这个母子 我带没带不对 不怪我们爸的母子 赶快再去讨一个 那个同主的 你看 他就赶快去他的那个 你看 伊什玛利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哥哥嘛 这个同主的嘛 赶快再去讨一个 他以为这样可以讨好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不是理由 这个是他妈妈的诡计 是想办法要把老二打开 然后让老大没有机会杀掉老二 他只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人很 那雅各就逃了 别士巴在南边 哈兰在北边 巴旦亚兰 所以他要警告很远的地方 走到这一区要离开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叫路斯 然后太阳落山了 住 住在哪里 住在外面 我的假设是 第一个是 他估计错误 他看太阳还很高 他想一想 下一个村庄 他可以在太阳下山 他要赶快跑 所以可能走到 可是没有想到太阳下山很快 所以走到一半 还没有到下一个村庄 太阳就黑了 不方便跑 他只好在外面追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是 他知道 他哥哥跟那个 国安局都有联络 然后 他只要住旅馆 就登记身份证 那哥哥班内 就派人来把他杀掉 所以这个 这个是比较现代版的 就是 他为了保证安全 就在外面 就没有登记 就不会有危险 Anyway 他是在外面 他以为 他已经离开上帝了 他以为上帝是住在别世吧 了解吗 因为其他家男人 都是拜别的神 上帝不会住在那边 上帝就住在他爸爸的帐篷里面 那里有祭坛 耶和华在那边 所以他以为他已经离开耶和华的保护或是管束 就睡着了 结果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 打梦 好 好 我们再回来一点点 他就在那边拿个石头 你知道如果你要拿石头当枕头呢 你会把石头打平 对不对 人家合捆啊 如果一个石头藏藏的 你会把他放平 然后就睡觉 然后呢 就梦了 他梦见什么 梦见一个楼梯 梯子上面顶着天 所以这个梦子叫顶天立地 那立地顶天 然后有天使在梦子上下爬来爬去 那有的时候耶和华是站在天上梦子上 有的时候是在他旁边 所以这个两个意思不太一样 这个是高高在上的上帝 在天上 这个是跟他很亲近的上帝 就在他旁边 就是说在西伯来往在这里 可以不一样的欢意 不一样的了解 然后耶和华不管在哪里就是在哪里 然后跟他讲话说 我是你们公 还是你们爸的上帝 这句话很好玩 我是你祖父 是你爸爸的上帝 有一句话没有讲说 我是你的上帝吗 我是你的祖父的上帝 是你的爸爸的上帝 然后我是你的上帝吗 信仰可以遗传吗 还是你自己必须决定 所以这里有碰到这个问题 他说耶和华没有说我是你的神 他说我是你的祖父的神 是你爸爸的神 那我 虽然你是用骗的 但是我还是选你 上帝惊坏人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耶和华越来越像黑道 对不对 宜嫂只是贪一碗红豆贪 年轻不懂事 就是随便把他的长子民问 清采买买买 那雅各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可是明明知道是骗的 耶和华还是接受这个骗的 这个很奇怪 你觉得不觉得 耶和华应该把他搞清楚嘛 對不對 没有 所以 我一直觉得上帝疼坏人 你同意吗 上帝疼坏人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因为我们都是坏人 如果上帝疼好人 我们就没机会了 神不在乎你坏 神在乎的是你愿意改变嘛 神开的是资源回收工厂 他专门收坏的 拍档鼓涕你知道吗 好的太贵他不会要 他要那些人家不要的 因为他可以把它弄成有用的 这个叫救恩 救恩一定是针对不好的 所以圣经太多 那我们觉得跟一般的人 想法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保护好人 我们应该是挑好的 他挑不好的 这个明明是他不对 他还说我要祝福耶 所以神的救恩 是在人的罪恶当中显出来 你可以这样讲 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讲 你会讲到生哦 生得像土耍的 东西南北 这句话正是祝福的重点 地上的万族 因你和你的后裔 这个重点 所以神为了要拯救地上的万族 一定要保护这个家族 包括那么坏的雅各 而且不能只有保护他 还要磨练他 还要改造他 让生命被改变 那这样救恩才有意义 如果只是疼坏人 然后让他继续坏 没意思了 要他改变 那他开始就跟他讲 神就跟他说 我与你同在 如果有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跟你说我与你同在 你会说感谢 还是说man 你安啊 你好走 耶稣要死的时候 就跟他的门子说 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们把这个当作恩典 我们把这个当作恩典 同在其实是麻烦啊 你觉不觉得 是神耶 而且神脾气不太好 那神一样 神一举他说我与你同在 你没有人去到我都不帮你耍 保护你还带你回来 所以你没地方跑 一定要回来这里 不帮赞你 为什么 我的目标我要成全 这个成全就是救恩 他应许他的不是他 是透过他跟他的后裔 要祝福全世界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神可以用人的罪恶 用人的不好 来成全他的好 雅各不会因为这样 他骗他的爸爸就变成对 了解吗 对是对 不对是不对 相对很清楚 但是神可以用人的错 来成就他的对 这是神的高干 那厉害的地方 就是 耶稣被他哥哥卖的时候 最后他爸爸死了 他哥哥走到要死 死了 老爸死了 现在会補尿处到弯 秋后算账 就跑来跟他说 哎呦我们怎么样 耶稣说 没了没了 我知道你们真不好 但是神是好的 因为你们的饿 我们今天我才能够当宰相五 才能够全家族不会饿死 所以在这样的面前 我能说什么 这是约瑟厉害的地方 他可以在那个高度 来看他一生的苦难 还有别人的错误 别人对他的恶意 他可以在神的慈善下面 整个包吞下去 我觉得这个不简单 这个判定事情高度很高 那结果呢 神就跟他讲了 讲完以后 我们一起念这个 雅各睡醒了 说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哇 这句话 你讲过这句话吗 可能你根本从来没有睡醒嘛 你一直在睡梦中 我第一次感觉这句话的可怕 是我在高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台湾的教育厅宣布保送废纸 我就害怕起来 我真的害怕 因为我对我来讲 心里面最过不去的 就是我高一的体育老师 让我体育不及格 让我不能保送 我恨 我要报仇 没有办法吞下这口气 可是一方面 在教会又听说 你要原谅别人啊 要怎么样啊 你不原谅别人 上帝不原谅你啊 那我就知道我如果不原谅他 那我将来被判到第一 那活不来啊 对不对 今生痛苦 来生又永远痛苦 那不是厉害的 那我也知道啊 我很聪明啊 我来生不想受苦啊 可是要我原谅他 我做不到啊 我真的做不到啊 我还有我的那个正义感在啊 所以我跟神祷告 不是让保送废纸 是让我能够原谅这个体育老师 可是神要怎么让我原谅体育老师呢 哎呀 你就心胖开了啦 没有 你相信是神让那一年 让台湾的保送废纸吗 你相信神让那件事情发生 是为了解决我的仇恨吗 你有像你伟大 怎么会 那这个就是解释的问题 因为对我来讲 教会厅一宣布 我那个体育不及格 变成笑话一桩 一点意义也没有 不管我的对手 花了多少钱给体育老师 那个都是浪费嘛 因为全部的人都要考联考 大家回到吉保县 所以 那个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再恨也没有意义了 我没有想过 神用这个方法 来回应我的祷告 这个太惊天动地 我的怀念不是高兴 我的怀念是害怕 上帝不是心理作用 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吗 有人以为 哎呀我就是 不原谅人家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我就 读一些孔子的书啊 读一些什么心理学啊 然后就 让自己修养好一点啊 然后就原谅他 那也可以啊做得到啊 可是教会厅要宣布 那个我心理作用做不来啊 我做梦也没有想过 是这个方法 那我必须讲 这是我的诠释 这样了解吗 我的解释 那个事情的意义 这个完全主观的 你可以完全不同意 可是对我来讲 整个改变了 如果神是真的 我就要稍微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有时候我们基础做得太烂 就是因为 我们把神当作心理作用 就要有一个信用较好啦 碰到困难 有点安慰 有点鼓励 你还是可以当基督徒 可是你的基督徒 就活得不够 不够真 你的神不够真啊 那个感觉就是这样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你相信神在你的一生当中 就在那里吗 我相信你过生活做决定 你会比现在会不同 你会在意 你不敢冷散 不敢浅菜 你不敢 所以在神面前 那个敬畏 你知道那个畏的态度吗 敬我尊重你 畏是我不敢得罪你 因为我知道 如果你要追究我的话 我走不路 我跑到哪里 你就在那里 诗篇不是说吗 我到天涯你在那边 我到海盞在那边 我躲到什么地方 你就在那里 神是无所不在 我们神学上可以同意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感觉 知道吗 你的主观上 没有经历过神的困难 这是雅各 神在梦境中 让他主观经历到神 所以他开始就整个改变了 他清早就起来 他也是清早起来 那跟那个雅比米妙同样 走到睡不着 一早就走不着 做事情喔 你看 本来是横下來 当枕头的 现在赶快把它立起来了 就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记号 就是所谓纪念柱 知道吗 他们的仪式就是 上面要弄一些东西 像我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葡萄酒 这是面包 即使那个就是普通的面包 跟葡萄汁 可是你就给它神圣的意义 说这个叫圣餐 所以呢 他只是一些有 可是他做了某些 念了某些话 他就这个是一个宗教仪式 懂吗 他就做了一点宗教仪式 他就交由 然后 黑丸 他开始 而且把那个地方改名字 本来叫路斯 叫伯特利 神的殿 或是神的面 神的同在 两个他开始许愿喔 好我们来念二十节来 雅各尔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 也必做神的殿 凡我是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经验 就看到什么叫做宗教 宗教就是你跟你所拜的那个神 开始有互动 那个互动是神向你启示 向你承诺 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跟神说好 如果你这样做 那我就做什么事情 那有功德喔 有点在买卖嘛 对不对 你给我多少钱我房屋就给你嘛 就是这样 你相信这是一个神跟人 建立关系的一个模式吗 在整个生命迹整个生命迹 神常常说你若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人也常常跟神说 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你们在婚姻当中 是不是也讲过这种话 你如果对我比较好 我就对你比较好 对吧 有没有 对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公平的观念 就是说 佛兄啦 人跟人之间 不管什么关系 在这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 就是互相嘛 那他很聪明喔 我们再拉回来 神给他开的支票是什么 同在 保护 带领 对不对 都忘了跟他说 你要吃三餐啊 对不对 你跟我同在 你保护我 带领我 我肚子妖咧 所以雅各说 最后你不去一行去 对不起 我很重要 所以他马上说 我要吃 要穿 要用 所以雅各其实是很现实的 神忘了讲了 他都给他加上去 你看 这个是神的应许喔 同在 保佑 带领 回来 这个神 雅各的许愿喔 再来 同在 有没有 这个是repeat 然后什么呢 保护 对不对 然后带领 他多了一个什么 给我吃啊 给我穿啊 这样雅各的祷告好不好 很好啊 因为耶稣给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也包括这个在里面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没有什么错 耶稣的祷告跟雅各的祷告 不同在哪里 你有注意到吗 雅各是说我 耶稣是说我们 多一个门就差很多 你的我们包括谁 我 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 还有吗 我的邻居 我的社区 在这个地球上 只要还有人饿死 他就被包括在门里面吗 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是我说的 你的信仰 是个人主义的信仰 还是知道你的信仰 会影响周围的人 我一开始讲的就是 一个人的决定 会影响周围的人 你没有办法那么清楚 说这个是我的 没有 所以主导文里面 都是我们 免我们的在 那个门 我觉得很有意义 你怎么定义那个门 到目前全世界的人都会定义 这个是活在世界上的人 所以说只要世界上的人 有一个人饿死 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那种 我们是一个命运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面的 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应该够 让全部的人不会饿死 可是居然有人饿死 就是我们在食物的生产 分配运送上面 有出了问题 才会这样子 这个观念 就是我早上一早 一早不是说欧盟的事情 结果就全世界都受影响 就是那个我们的门 就包括很广 就是只要哪里有发生弱势 有发生可怜的情况 你都会视为己任 我能够做什么 减轻这个情形 所以一个祷告里面的一个字 就会显出你心中的世界是 多小或是多宽 你怎么给他解释 那雅各很明显的是很自私的 对不对 他只有讲我 我我我我都是我 可是呢 他跟神之间开始有一个变化 神你不再是我的阿公的神 不再是我爸爸的神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这个叫做雅各的决志祷告 他把他爸爸的宗教经验 他祖父的宗教经验 他希望也成为他的宗教经验 所以宗教不能遗传 一定每一个人自己要去 有那个经验 然后自己做决定说 我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雅各做这个 然后他就开始解释 什么意思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神 他下面就说了 那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 应该会有一些仪式 然后提到那个石头要成神的殿 然后我跟神之间 应该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来往 神已经赐给我的 我会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所以宗教信仰跟钱脱不了关系 由于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就用宗教来练财 而且很好练 比什么好赚 我最近才听说 在中国有一个人做工人 赚钱赚得很辛苦 后来他就把头发剃掉 然后就跑去一个小庙当住持 是没有登记的 就是也没有经过什么 结果我发现这样一年赚的钱 比当工人几十倍很好赚 他也没有做什么不对 他就是在庙里面这样收香有钱 他把那个庙照顾得好好的 我还听说 三次去中国听说 现在所有庙的那个背后 是共产党下去经营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好赚 为什么给那些和尚赚 为什么政府不能赚呢 而且有规划 而且那个变成那个 进去的话都要门票 然后一支箱多少钱 看你要求多大的祝福 那个箱就多大支 然后就那个用万开始跳的 不是随意 那你可以不教啊 你在外面看一看拍拍照片走 你要到里面去就售票处 这个整个企业经营就进到那个宗教 那在宗教里面骗钱也是最多的 因为忍到神的面前 一甘啦你知道吗 所以当起盖在庙旁边讨钱 讨的比较多啦 因为你想到我要去见神 心里面都比较软嘛 对 那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嘛 你看在这个宗教经验下面 他就开始把他的钱十分之一拿出来 那法利赛人一直守这个 守到最后平常生活都不管 他就是十分之一 他以为我只要十分之一给神 神就欠我了 你知道吗 对啊 我就给你了 你不再给他祝福 所以就变成是我限十分之一是投资啊 好像买股票 不好我就把它卖了 对不对 好的话我多买一些嘛 就是这样的态度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 把我的信仰表白出来 而且这个信仰会影响到我的皮夹 这是雅各的信仰 对你有吗 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我们到45再回来 现在10点25 我们用这个中45再回来 我们一起来走一走